接下来我们看6.5 传粉和受精 那这个我们讲了 它的结构是怎样 你就会很奇怪了 一朵花里面又有雄蕊又有雌蕊 那花药跟花丝 花药产生花粉 柱头又接受花粉 这样它会不会掉在自己的花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有些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的确是有几种传粉的方式 这个传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花药它里面的花粉 如果以某种形式 去到了雌蕊的柱头上 它就叫做传粉了 那传粉又有分成两种类 同一朵花里面又有花药跟花丝 这样难免自己的花粉 会掉进自己的花柱头 对不对 去掉去自己的柱头那边 那这种呢叫做自花传粉 甚至呢 甚至如果你是同一棵树 虽然是另外一朵花 但是在同一棵树 它也算是自花传粉 就是上面的花粉掉下去 变成下面的柱头上面 下面的花的柱头 这种也算是自花传粉 OK 一花传粉是怎样呢 一花传粉我们来看一下 自花传粉跟一花传粉 在这边的定义啊 有少许的不一样 OK 这个不是很正确 我们有进行修改一下 所以你们在课本上 要再换一下才可以啊 OK 成熟的花粉 落在同一朵花 或者同一棵树的另一朵花 的瓷蕊柱头上 那这种就叫自花传粉 总之是在同一个 同一棵植物的 同一棵植物的话 那它就是自花传粉 那一花传粉要怎样呢 一花传粉呢 是一朵花的花粉 落到了另外一棵树的花 你不可以讲说一朵花的花粉 去到另外一朵花 如果这另外一朵花 还是在同一棵植物上 也不算是一花传粉 所以这边呢 其实我们觉得 可能变得有点太 太笼统了 所以我们有进行修改 有进行修改 所以这个 像什么呢 自花传粉呢 有这些番茄啊 芝麻啊 小麦啊 碗豆呢 这些很多时候呢 它都是自花传粉 那还有棉花 油菜 香热葵 棉花 棉花 棉花有提了 杨树 苹果 这些都是一花传粉 当然你讲说 这什么这些会进行一花传粉的 一花传粉 有一花传粉的好处 一花传粉的话呢 它的这个花粉 因为花粉呢 就像精子这样 它的基因呢 只有一半 是这棵树的 那这个胚树呢 就有另外一半的 另外一半的那个基因 所以如果你是自花传粉 你的精子跟你的 精子跟你的 你自己又有一个卵巢 然后呢 产生卵细胞 所以变成了你自己的精子 跟你自己的卵细胞结合 然后呢 你自己怀孕 那当然你讲人 人不可能的 但是在植物上面呢 的确是这样子 有什么不好处呢 我们人 有什么 近亲结婚呢 我们常常就会讲说 近亲结婚呢 不好 为什么 他会有一些 疾病啊 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 如果你是跟近亲结婚 你们两个都隐藏着 很容易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 结婚生了孩子 你的孩子就会有一些缺陷 所以这些就是近亲结婚的不好处 如果不是近亲结婚 还要是自己跟自己的基因结合 那就更加糟糕 很多时候呢 这种隐性的基因呢 就更加容易爆发出来 所以呢 在自然界中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会觉得说 那个基因呢 要有多样化 尽可能多样化 那你产生的下一代呢 才更加会有越来越好的 一个基因的出现 OK 所以如果你是自己跟自己的基因 结合 产生的话呢 会有 会有不好啦 所以到最后你就讲 将 将这些花自花传粉 这些花可能 他他目前为止没有什么问题 那尽可能说他会 如果一些比较高等的话 他会偏向于控制 让他可以进行异化传粉 那你想怎样控制 很简单哦 他们有时候这样子的哦 他的花粉成熟的时间 跟他花柱 不是花柱 跟他配柱 成熟的时间不一样 啊 如果这一棵树的花粉 成熟的时间跟他自己的呃呃呃 配柱的成熟时间不一样的话 那他就不会进行自花传粉了 啊这样子的意思哈 所以甚至有一些是怎样啊 有一些哈 他们的树呢 有分熊 熊跟磁的 这棵树 是熊花 熊的 他就 他开的话呢 只有熊蕊 没有磁蕊 啊 这棵树是磁 呃 磁 磁树 他们叫它磁树 磁树开出来的花呢 只有磁蕊 没有熊蕊 有一些植物呢 又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一边我们所提供的花呢 是一般的 大部分的花 熊蕊也有 磁蕊也有 啊 所以这种花呢 就会有进行 呃 自花传粉的几率 啊 那有一些呢 他就控制说 熊蕊跟磁蕊 的成熟的时间不一样 OK 所以就可以避免了自花传粉 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的传粉 一直讲传粉传粉 传粉 靠什么媒介呢 啊 主要呢 靠三个 其实主要是靠前面两个 水梅花是很少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呃 传粉的媒介 OK 这种呢 靠蜜蜂啊 靠蝴蝶啊 传粉啊 我们就叫做 靠昆虫啊 就一般都 就是这两个都是 虫嘛 啊 昆虫来的嘛 所以我们就叫它 虫梅花 哎 虫梅花 有时候动物也会帮 倒忙的 有一些是像什么呢 有一些鸟啊 也是吸花蜜的 所以有 也有可能说 它创造这个 花粉的时候呢 也可以帮它携带 所以对这种 我们也把它当作是 虫梅花了 反正呃 其实大部分会是昆虫 大部分是蝴蝶跟蜜蜂啊 但是少部分呢 可能是靠 呃 靠什么呢 靠这个鸟啊 呃 甚至有看过一个呢 是听说 呃 榴莲 传粉是靠这个蝙蝠的 啊 好像是最 呃 有有研究到呢 哦 是靠这个蝙蝠 的的的 这个呃 帮助传粉的 OK 呃 那这个是虫梅花了 再来的就是 虫梅花 有怎样的特征 啊 很呃 很多时候呢 因为虫梅花呢 它是必须要 吸引这个昆虫 所以花瓣的颜色呢 会比较鲜艳 啊 然后呢 你要吸引嘛 在除了颜色以外 啊 你要气味也要有啊 所以它会有芬芳的气味 哎 甜美的花蜜 你香不香不够啊 我还有东西吃啊 啊 对不对 啊 好像客人来 来了之后 你要请我吃这些东西啊 所以它也会有花蜜 啊 也会有花蜜 来吸引这个昆虫 所以一般的虫梅花呢 它都有这几个特性 哎 有花瓣 颜色很鲜艳 然后 呃 有气味比较芬芳的气味 还有呃 甜美的花蜜 再来的就是 花粉粒哦 有很多时候呢 这些花粉粒会比较大一些 哎 花粉粒比较大一些 啊 花粉肉眼看到吗 我印象中好像是要显微镜才看到 光学显微镜应该就可以看到 啊 光学显微镜 呃 它的细胞 它的大小像是一个细胞的大小左右 啊 所以应该是呃 肉眼应该是很难观察到 了 应该是看不到吧 看不到 可以讲说 肉眼看不到 啊 但是你会有一些人的壁纸比较敏感一点 哈 这个花粉的季节 啊 它就会有呃 壁纸会不舒服啊 流鼻涕啊 这样子 OK 所以这种花粉粒呢 会比较大 OK 然后呢 它会有粘性啊 因为它要粘在这个昆虫的身体上面吗 对啊 然后呃 就基本上呢 虫梅花呢 是这有这些特性 啊 这个考试重点啊 我画了很多highlight的 还有另外一种类呢 是靠锋利的 那这个锋利 靠锋利传粉的话 那这一种花粉一飘过来 哦 那个啊 有一些人的壁纸呢 就会比较难受了 啊 像这个玉米啊 水稻啊 羊啊 哎 不是 鱼啊 我不懂是什么植物来的 哎 反正就是这几种 是靠锋利传播的 那这种呢 我们叫做风梅花 OK 风梅花因为它要被风吹嘛 它的花粉粒呢 就会比较多 也会比较轻 啊 甚至有时候呢 会有羽毛状的 啊 羽毛状的 像这个 像这个 如果是这样看 它感觉上 呃 啊 应该是放大镜 好像肉眼可能可以看到 可能肉眼很小啦 可能是很小很小 然后肉眼看的话 也是要 呃 很 很很很 很用心 可能才可以看到 哎 不过一般来讲 我们会用纤维镜去看的 啊 纤维镜 OK 那羽毛状啊 然后呢 它也能够分泌粘液 呃 能够分泌粘液 柱头啊 sorry啊 这个是柱头 会有羽毛状 然后呢 柱头有粘液 不是花粉有粘液 啊 因为那个柱头要粘着那个花粉啊 哎 它飘过来的时候要粘住它 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柱头那边有羽毛状 有粘液 来catch 来抓着那些花粉 啊 抓着那些花粉 so变成了它要抓着那个花粉 你可以在花瓣里面吗 不行啊 你要露出来啊 对不对 啊 风经过的时候啊 你才可以抓到它 所以你会看到虫梅花 哎 风梅花 它的花 它的柱头呢 是飘 呃 就是在花瓣外面的 所以这种情形 它的花瓣也没有什么颜色 然后可能也不需要这么大啊 哎 反正呢 你 你的你的这个 瓷蕊也不能躲在里面啊 花 花药也不能躲在里面 因为你要让它 啊 随风飘扬啊 所以变成了它的熊蕊啊 池蕊啊都是露在那个 露在那个花瓣的外面啊 OK 再来的就是苦草 呃 金鱼藻 这些呢 是在水生的嘛 呃 在水里面呃 生长的一些植物呢 它们就是靠水来传播了 OK 所以废话啦 因为你泡在水里面 你不是靠水 你 虫又来不到 呃 风又来不到啊 啊 那 就是靠这个水啊 啊 来来 呃 来来来 帮你传粉啊 OK 除了虫以外 当然有时候会有蝙蝠啊 哎 刚才我提到蝙蝠啊 近座有人研究到说 是呃 这个 榴莲树啊 是靠蝙蝠啊 来帮忙传播的 呃 有时候呃 松鼠也有啊 鸟也有啊 甚至人啊 也是有啊 帮助这个呃 传粉的啊 都只是可能不 比较不经意一些 这样子 OK 好 人工 受粉啊 人工受粉是这样 那这个 呃 有时候呢 就是我们靠人力啊 去帮他 呃 传粉 啊 传粉 为什么要传粉 因为他一定要呃 传了粉过后 他受精 他才会长出果实 所以如果你没有受精的话 你可能就长不出果实 像这个玉米啊 这个玉米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 哎 这里长了 长长长长 突然间这里 呃 某个位置 他没有长出 那个那个 我们叫雀粒 有一些位置空掉的 哎 这就是说 那个位置呢 可能就没有 传到粉了 啊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啊 像像日轨也是一样 像日轨的 鬼 鬼子 有时候 有一些位置 也是空的 啊 空边的 那就是因为他 传粉不够了 啊 传粉不够 又或者是 枫梅花 枫梅花呢 最 最 最惨的 就是遇到 下雨啊 啊 很容易被 被这个雨水冲走 啊 而且又外露 在花瓣外面 对不对 所以他很容易 啊 风大 风太大哦 飞太远 飞太 风吹得太大 其实也会影响 呃 下雨也是会影响 啊 其实也不只是 风梅花 对啊 风梅花 一般上是被雨 影响 从梅花的话呢 下雨的话 那个虫也不会来 哎 所以无花果的话呢 哎 啊 好厉害哦 你 无花果呢 是在作业里面 有出现过 对不对 作业里面有讲 它的结构很 特别 它是长在下面的 啊 让那个 啊 昆虫从下面进去 啊 然后呢 就会可以避开 那个天气的影响 啊 尽可能把天气影响 降到最低 但是呢 就不是每一朵 每一种植物啊 所以这个无花果 是比较特别的 一个情况 哎 比较特别的一些 呃 情形啊 来让它可以 啊 挡住这些风雨 不过呢 大部分呢 其实就会被风 啊 风雨啊 影响了 啊 OK 那这个就是 农作物来讲 当然人 人 呃 种出来的东西 我们尽可能说 呃 这个算不算进化 啊 你要讲无花果 算不算进化 其实你们 要知道的一点 哦 我们所谓的进化 哈 呃 此一些我们 呃 出山的时候 会伤到 哦 他 其实整个的 所谓的进化 啊 是 是靠这个 呃 基因的多样性 基因的多样性 它的这个 变异啊 是不定向的 这样你就讲 如果不定向 为什么我们 好像会有 朝着一个方向的 去进化呢 那是因为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它的变异 是不定向 但是呢 你有利于环境 你才会存活 你不利于环境 你就会死掉 对 就所以变成了 它会往一个 适应环境的 那个方向 去进化 所以我们叫它进化 所以但是这个字 你必须要理解 它是 它的这整个原理是怎样 啊 这是一个 呃 几率的一个一个 讲法来的 OK 那再来的就是这个 我们讲 讲到哪里啊 讲到这个人工传分 所以为了要 我们不要有确立啊 这种情形 我们就人工帮它受粉 啊 然后呢 甚至呢 用手啊 啊 这些是收集了花粉 直接涂在它的植物的柱头上 啊 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一个 做法了啊 OK 再看下一个呢 就是受精 我传了粉 就是花粉到了柱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 那个花药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呢 脂肪在下面呢 它们是怎样受精 对 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你了 花粉呢 它落到了柱头上之后 这一个柱头那边呢 就开始萌发 长出花粉管 啊 我们叫Pollen tube 啊 花粉管呢 它会绕过这个柱头 啊 沿着这个花柱呢 向这个脂肪的方向生长 啊 到这个胚株那边 然后呢 那个花粉呢 就会啊 从上面往下 这个是精子 每一次会有两粒 这个高中 你们才去去去 高中的话呢 才去高中老师 生物老师 在教你们 其实前后有分别的 这边初中的阶段 我们就叫它精子就好了 那精子呢 就会去到下面 就跟胚株的 胚株里面的卵细胞结合 所以 精子跟卵细胞结合 就会形成受精卵 这个就叫受精作用 初一的时候 我们学过了吗 精子跟卵细胞结合 就叫做受精卵 对吧 这个就叫受精作用 那个是人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上植物的 OK 再来呢 受精咬之后 它会怎样变 它整个脂肪呢 会变成果实 它的胚株呢 会发育成种子 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了 那它的这个受精卵呢 就会发育成胚 还记得胚是什么吗 胚是胚根 胚牙 胚轴 还有那个子叶 里面的结构 OK 就是种子里面的结构 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就是受精卵了 变成胚 OK 那这个活动呢 我就不解释了 你们有时间 自己去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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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